一樣變化一下 在這個地方一樣建一個專案名稱叫Garry 在Garry的一個元件 其實它就是一個藝廊 然後再來的話 View的部分 跟剛剛一樣 就是這個Layout裡面的話 我佈局部分的話 就是在這上面怎麼樣 放一個什麼呢 我把它放大一下 就是放一個這個Garry 那你可以在那個Image and Media裡面看到一個這個Garry 你就把它拖拉過來 大小的話大概就是這麼大 把它拖拉過來 那其他問題 其他地方應該不太需要做什麼設定 我看一下我們做什麼設定 好像沒有 就這樣拖拉過來就可以 那名稱改一下 GL01 然後這個IMG01 這兩個 好 那這個我想跟前面是相差類似的 比較單純 就是兩個東西 接下來的話 程式部分 其實你會發現程式部分也是一模一樣 那其實 第一個也是做宣告物件這兩個 然後圖檔部分 再連結 然後呢 再來也是一樣建一個什麼Adapter 那這個Adapter的話名稱一模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剛剛的程式碼拖過來 然後SetAdapter部分也是一樣 那我來看一下 其實底下貝蛇刀的也一模一樣 這裡要過來 有沒有 先建一個Adapter去接 接了之後的話 那總共有幾張 總共有就是陣列的長度 那再來的話 其他都不改 Postation這也是一樣 建一個小說圖 那畫面控制器告訴大家說是這個A 實際上就是我們Main Attility 然後再來Resource 哪一張大小 有沒有 大小 這個地方的那個 我們的版型有沒有 我大概是12080 那這個大小我想各位可以自行再調整 那我把它執行過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 過來 過來 有沒有 過來 好 不過呢 你會發現 這個缺點 什麼缺點呢 到此為止 過來 有沒有 沒有了 可是問題 你們有看過那個一般的那個Cary 應該都是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有沒有 可以怎麼樣呢 如果你播到這邊已經到了第五 第六張對不對 然後後面會再接第一張 讓他可以做什麼 無窮輪播對不對 這樣才ok 其實很好用 你如果把它拿來當什麼 當那個人家的相簿 或者是說 像我剛剛講婚紗 或者你們出去玩的一些相簿 都非常的好 那只是說 哎 第一個 是我 把剛剛的 Review的概念 放進來之後 其實就可以做出一個Gallery的一個 第一個版本 那第二個版本 就是說我要怎麼樣 改成無窮輪播 那無窮輪播是就是說 我可以怎麼 一直推 他後面會加上什麼 第一張 一直到 又在第六張 一到六 後面還是一到六 那怎麼改 這邊注意哦 幾個地方改一下 就可以變成無窮輪播了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我們要在這個地方 Base Adapter Base Adapter 我跟他講說只有六張 所以將來怎麼樣 他就只有放六張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放的是 我不知道總共有幾張 那我可以用一個方法說 我可以給他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很大的數字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給他一個整 一個整數裡面的最大值 那整數裡面的最大值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Integer 這邊的話打一個Integer 點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他會跳出一個 哎 Integer裡面的最大值 這邊有告訴我嗎 Integer MassValue有沒有 最大就大概是21億多 那這個數字我想 啊 如果你將來呢 在後面呢 放21億多的數字 我想他怎麼撥 撥到他那個 可能畫面破掉了 都還不可能撥到21億 所以我們可以給他 第一個 告訴他說 我將來要放的數字是非常大 21應該是不會啦 那你可以放一個很大的數字 第二個話就是說 可是問題 我的位置 不可能 比如說我現在撥 往這邊撥 不可能 欸 你不會 我來 我來